最热门的话题要带您来关注的是 最近这一款语音APP Clubhouse 这个红翻天了 好多人都在网路上面跪求邀请码 而且甚至还有人在拍卖 喊出要1000块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款神秘的APP 它是采取邀约制的 就是说你必须要受到使用者的邀请 才能够加注 在这里面不但是可以跟你的朋友 来撕开聊天室 当然你也可以听全球各地的名人 的一些谈话的节目 不过在使用这一款APP之前 城市会要求要存取你的手机联络资料 自然专家就提醒了 说如果有重要的一些精密的资料 在使用这一款APP之前 最好还是先移除 忙着登入Clubhouse 开启小房间和朋友聊天 你也跟上流行 进入这款神秘的语音社群APP了吗 嗨康康 我爱你呀 嗨 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主题性的讨论 是一个可以很快速让不同的领域的人 互相交流 对同一个事情想法的管道 蛮好交朋友的 我觉得是 除了朋友间拿来开聊天室 也有人用Clubhouse收听主题节目 艺术群组 就是很多艺术家他们里面在发言 就是互相分享自己的灵感 不过要进到这款APP 前提是要收到朋友即发的邀请码 现在网路拍卖价居然喊到将近一千元 而且要特别注意 在使用Clubhouse之前 这款APP都要求存取你手机所有的联络人资料 也就是说当你在开心聊天的同时 其实也等同把自己曝露在资安风险当中 可能不小心 其他的APP只支援iOS系统供iPhone使用 虽然一聊万天 所有对话记录会自动消失 看似安全的背后 网路上却不断传出资金由中国赞助 任由城市存取的手机资料 外泄的同时 民众还是得当心 欢迎新闻 蔡天罗大卫 台报道